浮云爱2021年和江洪姐离婚 恢复单身后的她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是偶尔还是会在微博上 和粉丝分享她的生活境况 最近她则是出现在前日本国家足球队 滇野智章的社群平台上 当然还打起了一场桌球 吸引大批网友关注的视线 从公开的影片中可以看见 男人都穿着轻便的休闲服装 一起对打桌球 有趣的是两人都没有拿球拍 室内空间内也没有桌球桌 男人是打了一场逗趣的空气桌球 虽然没有专业球桌和球具 但是两人还是打得相当投入 大批网友看到影片后全都笑翻 猪肉两人好搞笑 真的是太可爱啦 大批网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